你知道天津最大牌的十位明星是谁吗 说到天津的大牌明星 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郭德当 确实郭德当在天津来说算是很大牌 但是在今天这个榜单中 他也就勉强排在第三的位置 因为排在第二名的明星是中国演艺界的乔楚 特别是第一名的巨星 他的段位已经超越了巨星的界限 就算是赵本山见到他 也要尊称为老师 那么大家能猜到他们是谁吗 下面我们就来揭晓榜单吧 第十名 张国立 张国立1955年出生于天津市 和科技巨头比尔盖茨同岁 在中国娱乐圈 张国立被认为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艺术家 他的演艺生涯对中国电视剧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特别是他主演的康熙 威福斯坊击和铁齿铜鸭记小兰等 都是很多人的童颜记忆 而张国立不论是演皇帝还是平民 都可以完美的诠释 可以说现在的张国立不论是在影视界或观众心中 都有着很高的威望 第九名 刘焕 刘焕1963年出生于天津市 和公父皇帝李连杰同岁 刘焕以前红妙月儿的歌喉和深情厚重的演艺风格而备受瞩目 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弯弯的月亮 好汉歌和我和你等 这些歌曲深受广大听众喜爱 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 就连当下的音乐天王周杰伦见了他都得教一生老师 所以说刘焕在中国音乐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他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音乐领域 还延伸到文化艺术的更广泛领域 第八名 冯明光 冯明光1957年出生于天津市 和喜剧大师赵本山同岁 并且他只比赵本山小两个月出生 冯拱在喜剧界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他不仅在舞台上表现出色 在电视剧和电影作品中也有许多精彩的表现 冯拱的喜剧作品幽默风趣 富有情感 欲深刻而著称 他常常通过喜剧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人情浪暖和社会问题 深受人们的共鸣 虽说现在的冯拱也不像之前那么疯 但是他的徒弟却都是风生水起的 例如贾玲和张小斐等 天津十大巨星之地七名 崔永元 崔永元1963年2月20日出生于天津北辰区 和篮球巨星乔丹同岁 乔丹是2月17日出生 所以说乔丹出生后的三天 崔永元也就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崔永元虽说也是主持人 但是他和大多数主持人不太相同 因为他敢于说真话 而且智商情商极高 他在中国主持界的地位非常显赫 以及独特的主持风格和深入的思考受到广泛认可 也因此他被认为是中国主持界的翘楚 其次 他在文化领域的发生备受瞩目 他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评论 常常引发社会热议 影响力巨大 崔永元的言论常常直指社会弊端和问题 敢于发生 因此备受关注和尊重 而在本人心里 崔永元应该是天津排名第一的巨星 第六名 蒋大为 蒋大为1947年出生于天津时和平区 和民族英雄刘忽兰同岁 蒋大为是中国知名的高音歌唱家 国家一级演员 而且还是国务院特殊惊贴获得者 蒋大为的歌声陪伴了很多60后和70后的朋友 其最具代表的音乐作品《有感恩录在何方?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牡丹之歌》等 可以说哪一首都是华语乐谈歌曲中经典的经典 第五名 这个明星就不太方便说了 他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剧男演员中演技最好的之一 也是最受欢迎的电视剧男演员之一 不过由于某些原因他被封杀了 所以不能提他的名字和播放他的视频画面 但我想大家也应该能猜到他是谁 第四名 马三利 马三利是一位得意双心的人民艺术家 他善演惯口和文跟段子 在长期的艺术事件中潜心探索 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马派相声 他是相声接的太刀 就算是当下最火的郭德纲或冯拱等相声演员见到了他 也都要俯首称臣 天津十大巨星之第三名 郭德纲 郭德纲1973年出生 和台湾省南艺人苏友鹏同岁 郭德纲被誉为是相声界的当代大师 现在的郭德纲可以说是非常红火的 他的相声表演吸引了大量观众 深受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喜爱 他还积极参与综艺节目和电影的拍摄 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他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也是数以千万计 可以说是相声界的一颗耀眼明星 第二名 陈道明 陈道明1955年出生 和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同岁 陈道明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 他卓越的演技和出色表演上 他在塑造角色时 经常能够将角色内心世界展现的淋漓尽致 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令人难忘 他不仅在戏剧作品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也在文艺片 商业片等各类影视作品中都有着精湛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第一名 赵丽荣 赵丽荣1928年出生于天津市保底区 很多人都说赵本山是第二代小品王 而陈佩斯是第一代小品王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因为第一代小品王是赵丽荣 赵丽荣的艺术城就不是当下的一些明星可以逼你的 早在1943年赵丽荣就已主演身份登台 后来又出演了刘巧儿和小二黑结婚等 而且他还获得过金基影后 百花影后和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后 所以说即使是在赵本山的巅峰时期见到了赵丽荣 也要尊称他为老师